北京时间2月4日,届时,将为您视频直播6场精彩比赛,其中,11点进行的国王VS勇士,为免费直播。勇士延续高歌猛进的态势,他们又帮拿到8连胜。胡人和快船,上演落正得比,谁能赢下这场关键的卡位战?看NBA比赛,竞赛腾讯体育,以下是前站会总,主队在后,8点,森林郎VS活塞,这是两队北赛季首次碰面,在接下来4天,森林郎将和活塞,连续交手两次。 最近6场,森林郎四胜二负,在最近2场胜利中,郎队并没有单纯依赖队中的明星,他们的板凳阵容,对阵爵士,和绝金,分别拿到55分,和68分。活塞方面,状元汉宁安,上一场对阵铁湖欢不受伤,他辞意出战成疑。球队头浩德分手,杰拉米格兰特,上一场商业付出,他将会在对阵森林郎一战,肩负进攻重任。 8.30分,太阳vs老鹰太阳,目前拿到41胜九负,创造了队市前50场最佳战绩。在这波连胜期间,两大核心德布克,和保罗的表现,非常稳定,他在最近5场比赛场均拿到33.6分,6.4个篮板,保罗最近3场,一共送出47助攻,只出现了65。 老鹰方面,特雷扬上一场,银剑商缺阵,球队最终输给孟龙,终结7连胜。在本赛季首次较量中,太阳险胜老鹰,此番交手,他们也希望双杀对手,去冲击12连胜。 8.30分,公牛vs孟龙两队,在本赛季交手两次,公牛都拿到胜利,自上赛季以来,他们面对孟龙,已经拿到5连胜。德罗赛,将重返故地,对阵老东奖,在离开多伦多后,德罗赛,在对阵孟龙的8场比赛里,场均拿到23分6.6个篮板,7.8次助攻。 猛龙方面,后卫小加利特伦特,已经连续5场,拿到30加,追凭了德罗赛当年创造的队史记录,对阵公牛一战,他又能否在德罗赛面前,创造新的记录。 9.30分,热火vs马次这场比赛,原定在去年12月30日进行,但由于疫情原因,被推迟。在过去三个赛季,热火面对马次无声一副,诈具绝对优势。 不过目前,他们已经遭遇三连败,好消息是,主力控位,凯尔·洛瑞,缺阵9场后,将在本场回归,他的付出,将会解决球队缺乏传球手的问题,热火,也迫切希望,用一场胜利,去止住颓势。 11点,国王vs勇士,免费直播,勇士最近状态极佳,上一场,包括库里,克莱汤普森,维金斯在内的核心阵容集体轮休,勇士1号的纯踢步阵容,17分,逆转马次,延续连胜脚步。 接下来对阵国王,勇士主力阵容将回归,本赛季,前两次面对国王,勇士均以两位数优胜获胜,如果再胜对手,他们将拿到赛季最长的8连胜。 11点,胡仁,vs快船落成得比,原本是重头戏,但快船这边,没有莱安纳德,和保罗乔治,胡仁,也缺少詹姆斯,这让这场对决,变了味道。 抛开观赏性,这场恰未战,对双方而言,都非常关键,快船26,胜27负排名第8,胡仁25,胜27负,排在第9,作为直接竞争对手,两队,都不希望输掉这场比赛。 在本赛季首次对决中,胡仁四分吸败快船,如今,背靠背作战,紫金军团,又能否在同城对手身上,拿到一场胜利。